玩線像遊戲的時候 多人一起連線 有時候難免耳根會不清淨 這時候換換口味 玩單人模式其實也是不錯的啊 像是這一款都會特工 它就是在線像模式的基礎上 再加上單人劇情的模式 這樣的逆向操作其實也是不錯的啦 但是好不好玩呢 就要等玩家們 自己親自處玩玩看囉 現在 FPS第一人稱涉及遊戲當道 但玩來玩去都是歐美廠商的作品 難道沒有亞洲人自己開發的嗎 當然有啊 這款韓國NHN公司開發的都會特工就是啦 雖然都會特工 是一款以近未來世界為背景的線上設計遊戲 在豐富的多人模式內容下 仍然保有爽快感十足的單人劇情玩法 遊戲以西元2020年為背景 為了爭奪所剩無忌的資源 未來的都市不得不以戰爭的方式來搶資源 玩家在單人劇情模式下 扮演傭兵來進行各種戰鬥任務 除了激烈的槍戰之外 飛車追逐的爆破場面更是爽快十足 而多人對戰模式則具備 PVP 以及 PVE 的玩法 多樣化的地圖 最新的武器與雙武器系統等等 是款自己一個人玩很過癮 多人一起玩更爽快的作品喔 METRO CONFLICT METRO CONFLICT